外面吃飯 主要是要看什麼東西 看你的東西是健康的 是不是原型的東西 那這邊是有兩顆蛋白質 配上碳水化物 有一點青菜 還有豬扒的部分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外型豬扒 喜歡出來工作的話 我都會買一個美式咖啡 所以今天是你的蛋線 無糖的豆漿 裡面常常有膳食纖維 所以可以多補充 我剛剛把咖啡喝完的時候 現在把無糖的豆漿放在裡面一起喝 準備做到工作囉 OK 我們現在剛通過結束 準備上吃的豬扒 下雨 哎呦 上去夾到腳 準備了 開車出發 工作完我們現在要外面吃飯 外面吃飯 主要是要看什麼東西 看你的東西是不是健康的 是不是原型的東西 主要呢 要避開油脂的東西 想我今天點的是豬扒飯 這個呢 算是叫油脂 我們可以不吃 但是如果喜歡吃冷的話 旁邊的那個火山飯 完全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它比較缺少蛋白質 那這邊是有兩顆蛋白質 配上碳水化物 有一點青菜 還有豬扒的部分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外型主要給我 開始吃吧 然後工作完 剛吃完東西 現在在咖啡店工作 我帶了電腦來這邊 修圖或是寫寫文 等一下去運動 通常運動之前 可以喝一些含有咖啡的飲料 像市面上很多賣的 free workout 裡面其實都含有咖啡 讓你運動的時候 精神會比較好 然後比較有活力 可以舉重 先工作 等一下運動 現在是晚上十二點三十八 恭喜你的男生 手臂的部分 我覺得他特別在想錢 今天我們練的是 胸腹肌的部分 練完之後還要去大吃 才會回家 今天有點累 感覺變練眼睛 眼皮快要閉上 不過沒關係 最後練 最後一部分 加油 那玩在火鍋店裡面 吃非常晚的宵夜 選擇的宵夜也是 然後是牛肉 蔬菜 和百販貨 簡單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都那一點 不用怕說 脆脹 每一種之類 因為我覺得 很勝選 才能 你的瘦肉 食證 和飯 都是這間餐廳 可以 好了 他們只值這兩秒 剛回到家 現在已經非常非常晚了 那就我臉上的妝 從今天早上工作到現在 還沒有卸妝 我們繼續卸妝 再來跟你結尾 GO 這邊一定要擦一下 不然很容易 脹水 夠 OK 洗完臉了 洗完臉了 洗完就是清爽 不管是擦 防曬或是隔離 或者是什麼都不擦 回到家一定會想要馬上起點 因為一整天我覺得 外面空氣附著的帳戶在上面 所以回到家馬上 每一次回到家 當然脫衣服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就是洗臉的部分 那今天愛玉我們要拍影片 所以我衣服來穿得上好不好